太子传来几件 说魏城需要大量药材 希望广罗精灵城中药材运往魏城 诸位大臣怎么看 魏城乃瘟疫重地 药材需求量大 解决了魏城的瘟疫 精灵的难民自然会减少 父皇 儿臣认为不妥 这魏城的病患更为严重 病根还未找出 就运送大量药材前往魏城 若是还是不见效 岂不是白费了药材 二皇子殿下说的正是 先前魏臣已经运送了大量药材 未见效果 如今再送上一批 其他城中的百姓没了药材救命 恐怕会引起暴乱啊 说的也是 那么这样 先送去一小批药材救急 若是有效果再送 陛下英明 白脸沉寂 你抢了我的功劳 别想这么顺利的智力瘟疫 这次送来的药材怎么那么少 还都是下等货 莫风传来的消息 管理这些药材的是二殿下 朝堂之上也是二殿下提出的减少未成的药材 这个混蛋 当初就应该直接把他砸傻的 去把李医师叫过来 李医师大清早就出门了 说是要和许太医去山上找草药 这两人 是料定本宫拿不到药材 才去山中寻药的吗 恩哥 山中虫已多 还有蛇出没 你应该待在驿馆中的 师父在山中寻药 我做徒弟的 怎么能不跟着呢 何况我身上有去成的药囊 不怕被冲咬 恩哥 听说运往未成的药材 出了点问题 恐怕不能光靠救急的药材 治疗未成的瘟疫 之前用的药草都是上品 功效极佳 但是未成染病的百姓太多 药草终究勾应不及 劳民伤财 未成多深 百姓山腰野素 以野菜为食 野菜 具有清热解毒之效 可代替某些药草 古书记载 有种叫苦菜的野菜 清热解毒效果极佳 应让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不会真有蛇吧 李兰哥 这么怕蛇 还来山里摘草药啊 太子殿下 你怎么在这里 李兰哥 你好像每次都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 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 蛇可入药 要帮你取蛇胆吗 大可不必 谢谢好意 别我远点 你怎么办 蓝哥 怎么了 师父 没什么 刚才一条蛇窜出来 是太子殿下救了我 我提醒过你的 草丛茂密处 又蛇出没 没受伤吧 我没事 许大人 这蛇可是个入药的宝贝 李兰哥不要 那就给你了 师父 我去那边看看 你怎么回事 回事 吃吧 吃吧 吃吧